科学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 是谁已经发了宇宙的开端 但有些人确信是造物主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米尔恩 写了一篇关于相对论的数学论文 在论文的结尾说 作为宇宙起源的第一因素 在膨胀的背景下 结论还是交给读者了 但是这一理论少了神是不成立的 另外一个英国科学家爱德蒙·惠德克 将宇宙的起源归因于神从虚无中构建了自然 一次从无到有的创造说 和《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记载不一致 这让很多科学家举其不定 在这个发现之前 许多科学家认为圣经记载的创世纪 无法用科学解释 虽然它自称为不可知论者 但在证据面前 天文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不得不承认 现在我们看到的天文证据 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重新思考世界的起源 另一天文学家诺贝尔蒋得主 宇宙背景探测器卫星实验的负责人 乔治·斯木特也承认二者是并行的 毫无疑问 大爆炸之说和基督教从无到有的创世纪 记载是同时存在的 之前取消《圣经》是本神话故事书的科学家们 现在也都承认 《圣经》创世纪的概念一直都是对的 专门从事宇宙起源研究的宇宙学家们 很快意识到宇宙大爆炸带来生命的可能性 跟核爆炸一样不可能 除非这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 这就意味着一定有一位设计师策划了这一切 他们开始用超智慧的造物主 甚至是至高存在来形容这位设计师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 物理学家通过计算得出 要想允许生命 重力和其他自然力量必须恰到好处 不然宇宙不可能存在 一旦膨胀的速度减弱 哪怕一点点 重力会将万物拉回去 导致大压缩 斯蒂芬·霍金这样写道 如果大爆炸后的一秒钟内 膨胀的速度减弱 哪怕十万亿亿分之一 宇宙一定会重新坍塌 而绝不可能达到他今天的体积 相反的如果膨胀的速度大于十万亿亿分之一 那星系恒星和行星也不可能形成 也就不会有人类了 要运营生命 对于太阳系和行星来说 也要求条件恰到好处 比如我们都知道 没有氧气 人类是无法呼吸的 没有氧气 水也不可能存在 没有水就没有降雨 那庄压是活不了的 其他元素如氢氮 钠 碳酸盐 钙和磷 也对生命至关重要 但光有这些物质 也不足以孕育生命 大小 温度 相对临近 地球的化学成分 以及月亮 也要恰到好处 还有其他其实种条件 需要精心的设计好 不然就不会有人类 更别提在这里探讨这些问题了 相信上帝的科学家 可能已经接受了 如此精妙的设计 然而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 却无从解释 这惊人的巧合 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是不可知论者 他写道 事实很明显 这些数字的值 都被精心设定过 使孕育生命成为可能 写字幕志愿者 写论 fits